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者在2017年交付海洋勘探部门 长度达到117米 宽度在92米左右 最大作业深度可达到3600多米 最大钻井深度为15000多米 而且采用液压双钻塔以及领先全球的DP3闭环动力管理系统 这样做的好处是 蓝经一号的作业效率可提升30% 并且能够节省燃料的消耗 曾经还获得World Oil最佳钻井设计奖 值得关注的是 蓝经一号拥有27000多台设备 拥有4万多根管路 电缆拉放长度更是达到120万米 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 而且打造这样一座钻井平台 大约需要4万多吨钢材 并且重量达到4万吨左右 采用特殊的稳定方式 即便是面对海上暴风和强大的海流运动 蓝经一号完全无所畏惧 能够抵挡12级台风 堪称海洋上的定海神针 此外 作为升级版本的蓝经二号 长度作业深度 钻井深度和蓝经一号相差无几 重量大约在4.4万吨左右 而且能够抵抗15级台风的摧残 同样 电缆的拉放长度也达到了120万米 而且蓝经二号主要的任务是开采1225米左右的可燃冰 而且搭载8个推荐器 再加上DP3系统的辅助 能够做到精确开采 此外 两座蓝经号的法兰间系不到头发的四分之一 这一技术完全达到全球一流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两座海上钻井平台的真正水平 完全称得上全球第一 而且蓝经二号还代表全球海洋钻井平台的最高设计水平 让我国在这一领域成功挤身全球先进序列之中 也可以说 中国两座钻井平台的技术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准 这一点并非是空穴来风 此后 我国在海洋能源开采领域将会更加得心应手 而且也无需担心会被恶劣的海洋天气所破坏 当然 这与我国广大科学家的付出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此 也向科学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